刚翻级来了个学霸 这不可能 我会输给他 老师你该不会是怕赵他妈输 多给他算了几分吧 你说什么呢 我想你别瞎说 老师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啊 就是 我现在还说别人输不起呢 我看输不起的是他自己一半 我这个不是输不起 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赢我 我可是拿过四级数学竞赛比赛 第三名的 我还以为你有多牛呢 就拿了个第三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一题有多难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张三发去参加这种比赛 从来都是拿底的 你看你那没见过市面的样 什么啊呀 金底之蛙 你说谁是金底之蛙呢 就说你咋的呢 这是啥呀 还不是让人给收拾了 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吧 我那是大意了 我如果认真起来 他肯定不是我对手 再说了 老师你也没说附加提算分呀 那就算我把张三发附加提的分数给减掉 他总分还是比你高呀 这一下就没话说了吧 你就是没张三发厉害 接受现实吧 你咱我们班 顶多也就算个学渣 你才学渣 再怎么渣我也比你强 张三发 这局我就算你赢了 我兑现成果 我不换座位了 我就跟牛爱花同桌 哎 这就对了嘛 你和牛爱花你俩同桌 合适 你别得意的太早 这个学期还长着呢 咱们走着瞧 放狠话谁不会呀 还以为你是二中转来的学霸 能有多厉害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嘛 你爸爸啥呀 赢了我的是张三发 又不是你 我和他是同班同学 他赢了你 四舍五路就约等于我赢了你 行往后咱俩就是同桌了 你这嘴欠的毛病 我慢慢给你吃 我往下你这状态不对 以后咱俩是同桌 咱应该合起伙来 一致对外 其实我也看张三发不爽很久了 后期咱俩联手 双剑合璧 昨天布置的作业 背诵出师表有没完成了吗 不会背的给我站起来 咋还有这作业呢 我不倒啊 娃婆你背了吗 昨天布置的你不到啊 我早都背好了 今天不会背不放学啊 完了 娃婆你在背着没 我感觉今天得睡在学校了 你别慌啊 你看 牛爱花王霞他们不也站起来了吗 也是啊 这么多人都不会呢 我怕傻呀 老师我会背了 先立创业为办法中套奔主 我静静下三分 很好 牛爱花你可以回去了 老师我也会背了 他们咋背这么快呢 就剩我一个了 这都玩我呢 王霞你帮我看看 我看看我会背了没 先立创业为办 中套奔主 没问题啊 三分我觉得你背挺好的 我也感觉背得挺好 那我去找老师背了 指定一次过啊 老师我还背诸呢 嗯 开始吧 先立创业为办 耳奔低花光预算 就过去 你别笑 刚班级来了个学霸 这次月考的成绩出来了啊 牛爱花说后 你把这个试卷给他们花下去 老师我考了多少呀 你110 第一 哦 那我应该能排第一了吧 我看看啊 没有啊 第一是王霞 115 老师那张三发考多少分呀 张三发 嗯 这成绩单上怎么没你名字呀 张三发你这次考试 是不是没交卷呀 我交了呀老师 不可能没有名字呀 交了怎么会没你名字呢 张三发你该不会是又在考场睡觉 试卷让经考老师给收了吧 在考场还睡觉 那也太不尊重考试了吧 老师成绩单上没他 就按雷锋给他处理吧 牛爱花王霞 你俩瞎起什么哄呀 是不是怕张三发的成绩出来超过你俩呀 哼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俩会怕他 就是 张三发你别以为赢了我们一次就了不起 哎呀 我都怀疑张三发是不是明知道考不过我们 所以考完试就故意不交试卷 这样没分数就没法比了呗 哎你俩是不是有那个重度妄想症呀 这次的试卷那么简单 我考个满分那么轻轻松松吗 哎呀你这人可真是吹牛都不用打草稿呀 今天我牛爱花把话放着 你要是能考满分 我和王霞我俩把整张试卷抄一百遍 哎呀 牛爱花 这一百遍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没事 他试卷都没了零分处理 你怕啥的 是啊 牛爱花说的对 你要是能考满分 我俩把整张试卷抄一百遍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别后悔啊 君子一言八马难追 一个唾沫拔个钉子 谁反悔谁小狗 那让老师给我一张空白试卷吧 我现场做一张满分试卷给你们看 哎那可不行 你已经错过了考试时间 试卷找不着你就是零分 哎 哎李老师 这里有一个叫张三发的是你们搬的不 对 是的 这是他的卷的 收错了收到我们班了 你这学生不错呀 这次的试卷这么难他都能考满分 啊 刚才你俩谁说的 我要是能考满分就把整张试卷抄一百遍 该对线承诺了吧 我我王霞 他他他他他说的 王霞你你别愣着了 你快抄吧你 你百遍呢 刚班级来了个学霸 哎你们听说了吗 这次期末考班级第一的可以免暑假作业 是吗 这怎么个免法 就是你哪个科目第一 就可以免到哪个科目的作业 那如果我所有科目的第一 岂不是 这是谁定的破规矩呀 真烦 咋的了王霞 那这样的话 那我暑假岂不是没作业写了 真能装备 王霞 你听见没 张三发他说你装备 这不是我说的 这跟我啥关系呀 你还要花我耳朵没拢呢 你宰着给我挑拨离间的是吧 你以为我是留意的我爱那么好骗 我啥时候骗你了 你听我给你分析啊 张三发和王鹏 他俩是同桌 对吧 就王鹏那货 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倒数第一 他有啥资格说你装备呀 肯定是张三发指使的呗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张三发你啥意思呀 你要是不服我咱俩可以比比呀 我凭啥服你呀 你跟我比赢过吗你 上回的一百遍试卷你抄完了吗 啥时候给我呀 上回的先欠着 这回咱俩再比 就比这次谁是全班第一 你敢吗 我有啥不敢了呀 你俩的别光比呀 输的总得有点惩罚吧 对 那惩罚就是输的那个人把暑假作业完成之后 再把它套十遍 十遍哪够呀 王鹏你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呀 要我输直接一百遍 一百遍有点多了吧爱华 你怕啥呀 我对你有信心 我相信你一定能言 那万一 万一你要是真输了 我替你分担五十遍行了吧 我看张三发不耍很久了 今天必须出这口恶气 你别跟我来这套 你上回也是这么坑我的 同样的手段我能坑你两次吗 我发誓 这次一定帮你抄 如果反悔 我就是小狗 行 那输的就把暑假作业抄一百遍 今天你们又比啥呀 老师你别管 你直接说吧 这次全班第一是谁 第一 是你王霞 我就说我是第一吧 张三发你拿什么跟我斗啊 多准备几只笔哟 一百遍呐 老师你没看花眼吧 那王霞第一呢 那我弟弟呀 你弟弟我不知道啊 你的试卷都让校长给拿走了 喂 下面播报一条通知啊 本次期末考 三年级一班张三发同学 所有科目全部满分 特此全校通报表扬 那如果张三发全部科目都满分的话 我想你可能得排第二了 那 你说你何必呢 一百遍呢 能抄完吗 你管我呢 那咋抄不完呢 你爱华说了会把我分担五十遍的 谁说的呀 我可没空给你分担啊 五十遍呢 不 你 你刚才这是发过誓的啊 我不 啊啊啊 欸